大军师司马仪 可能你们看完以后都觉得司马仪好厉害哦 我不这么认为 司马仪之所以能够成为司马仪 结束三国建立大晋王朝 是因为司马仪有一个老师 他的老师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结束了天下纷争 这个人姓崔 叫崔衍 河北清河军人士 司师三公 乃未尽时期天下文人莫克之领袖 士族领袖啊 他爱惜自己的羽毛 胜过爱惜自己的性命啊 但是 曹操晚年想费掌利诱 他喜欢幼稚朝职 要费了掌指 操屁 徐玉和崔衍 连名劝朝公 千万不可费掌利诱 乃天下大不为 兄弟争权 天下再次打乱 曹操不听啊 因为曹操不听 他跟徐玉做了个局 两个人用全家身家 应命做了个局 徐玉上吊之尽 徐玉 乃曹操 仗下第一谋事 曹操能统一北方 全乃徐玉 徐玉死了 曹操很伤心 派人去整理 徐玉的遗物 而在书信当中 找到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曹操 写给徐玉的 里面充实着 对曹操的不满 曹操一看 那大怒啊 下令把曹操 关到监牢里 曹操打死都不承认 这封信是他写的 但是笔记 就是曹操的笔记 曹操说必须彻查 这件事必须彻查 大理事 开始三天三夜的彻查 查到最后发现 催眼的嫌疑最大 因为催眼是最能够 自由出入 寻遇书房的 而且催眼催公的字 可以模仿天下 所有人的文笔 他是个大书法家 但是没有人相信 催眼会干这件事 因为催眼的女儿 嫁给了曹操 而且催眼四世三公 他在公开场合 无数次表示 不愿意让他的女婿曹操 继承大统 因为他觉得曹操是个好诗人 不是个好帝王 他一直在公开场合 支持的是曹操 所以他觉得不可能是他做的 结果就把他带过来问一问 结果催眼第一句 还没有问就说了一句话 是我所为 我要陷害曹操 让我的女婿登上大统之位 你知道吗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相信 催公会做这件事 他是清流的领袖 他是世主的领袖 他四世三公 他是当年的道德楷模 他怎么可能做这件事 曹操一听 马上看明白了 你这不就做个局吗 你现在不是为了陷害曹操 你是用陷害曹操 做了个局 实为陷害曹职 当你陷害曹操 说这件事是曹操指使的 你陷害的曹操 曹操想成为太子 就不可能了 我曹操气坏了 曹操明知道这是个局 但是没有办法破 就在这个时候 司马仪去了 司马仪去监狱 看催眼 那一段 我哭了有 那眼泪就不是流出来 是喷出来的 你知道吗 司马仪见崔公第一句话 崔公我没有想到 你会用这样的方式 牺牲全家族所有人的性命 牺牲你四世三公 所有的尊严和名誉 你图什么 你不帮自己的女婿帮别人 你图什么 崔眼说了这么一句话 重答 天下纷争 脚蚁 百姓苦不堪言 连你和我这种身份的人 都差点死在战乱里 老夫幻想着有一天 能够看到天下一统啊 如果费掌利用 我们为国 想统一天下 不知道又要再过几百年 老夫一个人死 算得了什么 老夫的全家性命 又算得了什么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不知道有多少这样愚衷的人 为了这个民族 为了这个国家 往前走一步 而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生命 后世可能会觉得我迂腐 但是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世族人的迂腐 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民族 生生不息啊 重大 这一次 我做鱼儿 你做 治干人 我希望通过你的眼睛 可以看到 天下一统 黎明百姓 再也不用经受战乱之苦 天下 交给你了 斯马仪 泪水 喷泵而出 跪在地上 身体颤抖 他没有想到 崔岩 能够用牺牲全家族 所有人的性命 和自己四世三公 所有的名义 来做这件事 斯马仪的格局和境界 瞬间被拉伸 从此闭门不出的斯马仪 立下一个大志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 我一定要帮助天下一统 再也不能够让天下百姓死在战乱里 我要让崔岩 死得安心 死得放心 你们看来 斯马仪是乱臣贼子 在周老师看来 是他 结束了三国纷争 建立了大金王朝 他是民族英雄 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英雄 载入史册 就是因为他碰到了崔岩 崔公 在历史上又有多少 施主 又有多少像崔岩这样的人 为了我们这个族群生生不息 献出了自己的名义 献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我看来